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旁宁喜的市民 大家午安 现在我们开始开会 首先报告今日议程 第十二届 第七次定期大会 第九次会议程 一 主席宣告开会 二 报告今日议程 三 宣读本次定期大会 第八次会议记录 四 报告事项 五 一 读会 一 宣读市府提案 二 宣读议员提案 六 二 读会 审议司法归案 我们今日议程就予确定 请宣读本次定期大会 第八次会议记录 台北市议会 第十二届 第七次定期大会 第八次会议记录 时间107年5月23日下午 二十十五分至三十三十四分 107年5月24日下午 一十三十分至六十三十八分 107年5月25日下午 一十三十分至六十三十六分 107年5月28日下午 一十三十一分至六十三十七分 107年5月29日下午 一十三十分至六十三分 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如书面 请家议员如书面 练习如书面 主席吴议长毕朱 陈副议长景祥 陈议员丙辅 缺议员梅沙 李议员芳如 林议员国成 潘议员怀中 假报告事项 一 陈带领秘书长报告出席 先到议员以组法定人数 二 主席宣告开会 三 报告进行议程 四 确认本次定期大会 第五次会议记录 五 宣读本次定期大会 第六次第七次会议记录 以一读会宣读提案交付审查 一 市府提案 案号第12210案 一决交付各相关委会审查 第1216案 交付民政委会审查 第12217案 交付民政委会审查 第12218案 交付民政委会审查 第12219案 赞歌 第12205案 赞歌 第12206案 赞歌 第12207案 赞歌 第1213案 赞歌 第12214案 赞歌 第12215案 赞歌 二议员提案 案号第12222案 一决交付财政建设委会审查 第12223案 交付交易委会审查 第12224案 赞歌 第12225案 交付交易委会审查 第12226案 交付财政建设委会审查 第12227案 交付交易委会审查 第12228案 交付民政委会审查 第12229案 交付公务委会审查 第122230案 交付交易委会审查 第12231案 交付交通委会审查 第12232案 交付警政卫生委会审查 第12233案 交付交易委会审查 第12234案 交付财政建设委会审查 第12235案 交付财政建设委会审查 第12236案 赞歌 第12192案 赞歌 第12202案 赞歌 第12203案战戈 第12204案战戈 第12205案战戈 第12206案战戈 第1221案战戈 丙二读会 一 宣读市府提案第12204案 二 宣读议员提案第12186 12194 12200案 三 宣读市法规案第12199 12194 12193案 丁市政总咨询机答复 第一咨询组接触议员 何志伟议员 王敏生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第二咨询组 咨询议员 雀梅沙议员 吴志刚议员 陈彬甫议员 王洪威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第三咨询组 咨询议员 陈建明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第四咨询组 咨询议员 徐世逊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第五咨询组 咨询议员 李介昌议员 梁文杰议员 简树培议员 周薇佑议员 陈许淑华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第六咨询组 咨询议员 李芳如议员 郭兆元议员 秦慧朱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第七咨询组 咨询议员 林国成议员 黄珊珊议员 陈振宗议员 李沁元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第八咨询组 咨询议员 陈彦博议员 潘怀忠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第九咨询组 咨询议员 陈慧会议员 严若芳议员 许家培议员 李沁峰议员 科市长等答复 宣读完毕 对本次定期大会第八次会议记录 有什么需要修正或补充意见 如果没有我们就已确定 接下来我们进行报告事项 目前的报告事项 我们台北市议会统计的报告事项 有四百多项 但是这为什么今天会拿出八案 这个八案方面是跟我们当初 在审查整个一个总预算的诞书有关 所以有关于这个部分方面 我们先把它提出来 先进行有关于报告事项的审议 有意案会宣读 我们请宣读之后进行审议 请宣读 报告事项第12811案 有关委托民间经营管理 身心障碍者社区日间作业设施 预程工坊请准语策案 如说明请查照 程序委会审查意见 提大会报告 宣读完毕 请同仁换开有关于报告事项 编号807案 有没有意见 请座副理长 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从市政府这个报告事项 可以看出 公仔当初在规划设计的时候 他就从那个突然用专案的增加容积 所以说用大规模大复数的一个方向去规划 那受到地方的这个反弹 所以他们也重新调整 再把它恢复为正常的容积 比如说住宅7-225的这个正常容积 那以这个华新端政院来看的话 就从这个 他就从400多户变成100多户 那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可见说市政府在公仔新建的这个政策上 你本来就应该要考虑到 不要对当地设计造成太大的这个环境的负担 还有环境的冲击 尤其我们要在公仔新建过程中 整个附近的公共设施 尤其是道路的规划 这边怎么同时去做一个新建 这都要一并纳入考量 那现在他这个报告事项里面 我们先从华新端来看的话 他是有对居民的很多意见做一些回应 然后道路上也有说哪些地方要透宽 哪些地方要开辟 但是我如果说以这个华新端这边来看的话 你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就是试验里这个地方 这个基地公仔基地的批建 它主要的这个道路是核心路 那核心路现在本身就是 不是很大的马路 它有些地方还是特别狭小一点 所以我们是不是市政府在建这个公仔的同时 核心路的这个道路的托宽 应该不只限于公仔基地旁边的这个道路而已 公仔基地旁边的不管你是东侧或是北侧 计划道路的宽度 你把它按照计划道的宽度托宽而已 是不是因为路是不可能这么一段 它是连接起来的 核心路连接到一外头到木车路 另外一头也到木车路去 所以它这个整个核心路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是不是我们今天市政府既然要建设 要在地方去公仔要建设 要照都市计划的这个我们的原来的这个规划 要开辟计划道路的话 那是不是整个核心路相连的部分 哪些地方要同时开辟是不是应该纳入考量 当然市政府会讲说 你这边不要叫我做那些事情好吗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核心路是没多大条的路 而且它也是整个这个地区 出入的主要道路 唯一的主要道路 除了那个就是题外道路的话 题外道路的话也是要经过核心路 连到木车路出去 所以是不是以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应该是有更远的眼光 同时在施工的过程中 把相关道路的开辟 也应该纳入考量 比如说我以这个 你整个报告里面来讲的话 你有一个是圣安宫那边 那个有战略到公有土地 那边要把它按照计划道路来开辟 那但是圣安宫的西侧 西侧的计划道路 也有一个计划道路 就是那个计划道路是和那个核心路这边 连起来是十字型的 那这边的这个计划道路上面又有一些民宅 或是又有一些地商户 那市政府怎么样去处理呢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看公宅 那地方机民又要求说要解决交通问题 那解决交通问题 我们是不是只有限于公宅基地旁边的道路而已 他这个机地总要延伸出去 那延伸出去的部分 你是不是要一并来做相关的开辟 我必须要先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报告 没错你有回应居民意见了 但是如果以稍微扩大一点的眼光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些部分问题 连带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那当然这个是市政府整体的问题 不是盖公宅这个都发集这个本身的问题而已 包括这个都市计划道路的开辟 还有新公宿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是先提出来一点 那另外 要不要把那个有关于景美女中的部分 停车场一并讲 我再请她来做报告 好不好 这两个案子一并讲 这两个是都有相关的 另外一个以华新顿来说的话 当然你们这报告里面是没有谈到 但是如果说显然的 他将来枕宅盖好了 然后核心路拓宽只是拓宽 拓宽宅这地方 那里往西边也把它拓宽了 然后计划道路的东边部也开辟了 公园也开辟了 當然將來這個地方一旦開通 公宅蓋好之後 交通局的部分就應該要規劃類似接駁巴士 接駁巴士應該一併納入考量進去 因為它是一個特定的社區 出口就是分別到木柵路去 所以木柵路還有這個特定的社區 如果能夠開批一個接駁巴士的話 那當然是更加理想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不是現階段 都發集間面臨的問題 但是從交通的規劃來說 未來就必定會面臨到接駁巴士的問題 這個部分應該納入一個整體考量 然後另外以發行段來說的話 有關興建經費的問題 興建經費 我們原來你們所編的是17億 後來你們在報告書裡面說 初步構想經費大概是7億多 但是再進一步了解說 你們又說7億多那只是一個初步構想 然後事實上說 你們說直接工審會是10億4千多萬 然後再問想說 又講說是13億的 所以到底好 因為我們在審查今年度預算的時候 有做一個總合協議 就是說你的施工內容有改變 施工工法有改變的話 經費上同時有改變部分 你應該在明年度的預算裡面要反映出來 好 那明年度預算的話 顯然你應該差不多變好了 因為我們下會期就馬上要審預算了 那好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可以先了解一下 你這個發信貸政的公宅 到底你的總經費到底是 抓多少出來 你不能說這個簡報裡面 這個資料裡面說7億 我感覺不太可憐 你又沒有了11億 又再問13億 到底你是用多少的總工程會 總工程會 不管你是直接工程會 或是間接工程會 都是一樣 因為你直接間接都是市民的錢 沒有什麼說 直接工程會要間接工程會不一樣 都是錢 都是市民的錢 所以我們企經會到底要用多少錢 來蓋這個發信貸的公宅 然後如果這樣算出來的話 有符合你們的標準嗎 一坪11.5萬 有符合這個標準以下嗎 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應該來做說明 同樣這個問題和景美停車場那邊一樣 那邊如果說經費在調整之後 到底是實際上是多少錢 然後它的總工程會 不要再用 不用講說用直接工程會 和間接工程會去分 總共再加起來 然後到底是 造價是多少 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來做一個說明 好 是不是先這個以上問題先做一個說明 好 我們請立憲議員 好 我想剛才周議員 針對這個華新段 公共住宅的興建議案 它說明的非常多 但是我只想補充再一次的強調 這個核心路它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狹窄 你在施工期間大貨車的把所有的建料 運送到那個基地 本身就咔嚷咔嚷 它都通過不了 所以這個對當地的居民造成了恐慌 認為他們的生活的秩序 還有尤其在那個尖峰交通時段 對他們來講衝擊太大 所以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同意 而且也是民眾的要求 包括在地裡的里長 周邊的里長都一樣 強烈的要求 台北市政府以後 針對任何的公共住宅的興建 不管它居落在哪裡 對於臉外的道路 若是原先非常的狹窄 那麼怎麼樣讓它拓寬 怎麼能夠讓它至少通行 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些這個部分 是先交通 而後再有公宅 這是第一點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若是這一點做不出來 強行的讓這個科批市政府 推出所謂公共住宅 那個達成率啊 就是希望它的房屋建得多 我覺得這個都是強地方民眾之所難 所以先於這個公共住宅之前 先要解決交通問題 我覺得交通道路的暢通 才會讓老百姓舉雙手 支持台北市政府以後 未來的公共住宅的興建 這是第一點表達 第二點非常的簡單 我們在歷次的對民眾的說明會的時候 這個都發局也好 公務局也好 相關的市府官員都聽到了 就是因為當地的居民 認為這個容積率的調整 過去是比較高的 那但是在這個地段 我覺得有租邊啊 他們的社會的心理的因素 也就是說這個容積率 從過去的400多戶 原興建的戶數變成100多戶 不願意讓這個容積率 認為他們是破壞當地的環境的 這樣的一個壓迫感也好 但是那個地方 就是因為市府的錯 市府沒有把這個交通的順暢 老百姓行的這樣的一個權利 我覺得把它解決好 然後強蓋公共住宅 所以他才會要求 這個容積率的巨然的變 變到非常的 就變成400多戶變成100多戶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你這個容積率它的原由 就是我們當時在我們上個任期 也就是說前任的市長的任期 議會通過 就是安康住宅這個平民住宅 它的容積率原先是225 在差不多40多位 這些議員的連署之下 我的提案 然後讓它double變成450 也就是說它的上限45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安康平宅 就是那樣的一個建築物 可以達到20樓高 所以大家覺得很滿意 並沒有對當地的任何的地理環境 或是景觀生態有任何的衝擊 覺得可以融合 但是每一個基地長的不一樣 當地的需求也不一樣 所以我建議台北市政府在編列 下一次的這個所謂新建這個公宅 尤其對這兩個地段 我覺得要求我們台北市政府 可以不要那麼死巴巴的 只給它100多戶 不是從原先的400多戶 因為現在民眾開始在罵了 說你們這個說明會 給這什麼這個育兒園 育兒園 育兒園 才幾名啊 這個公共住宅裡面長的 所謂的育兒園 好少的名 大概十來十來名 就這樣 因為你的 你的市出來的公共設施 就是這麼少 所以我希望要有一個彈性 不必然的把它回歸原來 原來是多少 225 其實我覺得法裡頭已經議會 已經通過 它的容積率可以上達到 450可以不用到 但是多多少少一些條式 我覺得榮獲讓我們台北市政府 針對現代化的需求 有就是育兒的需求 共產的需求等等 這些必要的一老一小 這些社區的所謂的這個 民眾活動中心 區民活動中心 李民活動中心等等 可以稍微 稍微給它不要訂的 那麼實版版 大家想想看 400多戶 變成100多戶 那差距太大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些公共設施 可以在容積率 因為你現在沒蓋嘛 你的預算正式的 也沒有完全正式的提出嘛 所以榮獲在這個時間點 做一些很通融的一個調適 我覺得這樣子 才能夠滿足民眾的期待 針對這個景美 景美女中的停車場 我個人認為 還是不宜蓋啊 第一同樣的 這個沐星路 那個跟張星路 這樣的一個交接點 那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段 如何改變 如何讓它交通能夠安全 這是第一點 那個比較容易處理 第二個 也就是這個地方 講了不曉得多少遍 十幾遍 這個是地理環境來講 地質環境來講 它是一個潜視危險區 那我們的這些市府官員說 沒關係沒關係 不怕 也不怕地震 也不怕 就是這個五公尺之內 下方 就是河 你這個基地的旁邊 就緊接著這個景美溪 我覺得這個溪 是為什麼有這塊基地 就是那麼多年 二三十年的河沙 他累積累積 在那是一個彎道 給他累積出來一個沙地 然後你們就認為 工程可以克服 我覺得這就是老百姓 最質疑的地方 所以滑星段 有滑星段最大的訴求 交通問題 那麼這個地段 景美這個女中的停車場 這一段 同樣是交通那個出口 很可怕 怎麼樣就解決 其他根本 也就是說這塊基地 不適合興建公共住宅 危險 潛市區 謝謝 我們請局長做說明 好不好 謝謝 後質詢先打 我先清楚地回應這個 立根委員的議題 第一個 有關容積 市府的確 現在每一個基地的容積 會因地制宜 一樣的 在文山有些比較高 在萬華的舉光 有些比較高 但是在文山區這兩個 就是225 而且比周圍 未來如果要都更還低 這第一個 第二個地質 跟您說明一下 因為地質公務局 也對這個地區 有做相當的地區的了解 而且公布全市的 一個地質的 專探的 異化的地區 這個區域 其實只要看周圍 建築物的新建的高度 這兩個公宅 新建的高度 都比它還低 這個回應一下 那接下來 就周議員 我很清楚地 回應您剛剛幾個事情 第一個 很清楚的市府的承諾 單價不會超過一瓶十二萬 包含景美調車廠 以及華新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就如同您說的 因為在上個議會 上個議會期有清楚的交代 所以這一次 都發局在概算上 已經報出來了 主計也通過了 將會在第二會局審議 都有降低 每一個案子 我們現在報了好像8還是12個 我一下子沒記得 但是以華新來講 就是從18.8降到13.2億 總格來講 單價不超過12億 這是對市議會的承諾 那您剛剛有提到接駁巴士 是的 但是華新跟景美 目前還沒有提接駁巴士 可是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以那個 那個路寶AB來講 接駁巴士 就是市府的提案 也已經提出來了 就是串連兩邊的捷運 那您剛剛講的 有關核心路的拓寬 在這個基地的西北角 也就是我們市府交出來的這個報告裡面 還有這個PPT的報告 在第21頁 我現在談的是華新的第21頁 清楚的有講到核心路提到交通上的交通瓶頸 它會編到那個公務局的預算 目標是108年的4月到109年的7月動工 就是拓關 就是它的西北角有這個土地公廟那個地方 這在我們報告的第18頁 至於其他的各項 再回到報告的第21頁 從公有停車場 是的 在基地的西北角 已經納入都市計畫 要把它變成公園 這些承諾 都納在那個給議員的報告 那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核體路上的拓寬 但是在整個居民說明會上 對核心路 台北市府也清楚的說 這個核心路的最東邊 那個地方要拓寬 其實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拆核體 第二個就是拆民房 所以那個整個均勻的拓寬 在西邊是不移的 在這條路的東邊 東北角 那個地方有一個水利站 也不適合通過 所以整個來講 市府在說明會的時候 是有說明的 整個來講 那個我們要說的是 在聯外道路 那交通局每次在說明的時候 也有跟居民說明 整個來講 我們承諾的說明的內容 都有道地說明 那另外再回到剛才談的 警調的 那個幼兒園的那個數量 因為這個機力不大 在合理的數字之下 也承諾李民 對於在地居民的優惠 這個也跟那個社會局 有共同跟李民說明 整個來講 回應那個各位議員 剛才的的垂巡 那每個議題 臺北市府 包含都發局 都會很努力的去說明 整個來講 其實現在整個36個基地 就是這兩個基地 那這兩個基地 根據上個議會的誕書 要經過報告案以後 使得那個動用工程的預算 所以以上 是我很快的第一輪說明 謝謝 我們請趙委員長 剛剛機長是回答了部分問題 但是還有部分問題 還沒完全來做說明 我剛剛有問到說 核心路的這個道路的透寬開闢 你們市政府有沒有一個整體規劃 而不是在公宅周邊 這樣的道路而已 那當然我剛剛有談到幾個例子說 聖安宮就是那個廟 它有佔用一些道路部分 這邊會處理 有徵收 有公務局有牌 旁邊 它西邊 以東西南北西邊的話 它也有部分的民宅佔用到計畫道路 是的 公園上方 對 公園上方那個地方 對 那個部分 你們在簡報裡面 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是 抱歉 我很快說明一下 是這樣 我們有一種 最壞的打算 萬一那個還有糾紛的時候 我的基地的北邊 我有退縮 好像大概是八公尺 議書記說 車子還可以繼續走 但是公務局已經編到明年的預算 這個市長有承諾里長 議書記說 基地北邊的路 那還有個風水 對不對 然後再過去 然後又有個廟 那有民盤佔用 沒有錯 這個糾紛 我想沒有人可以承諾什麼時候會解決 但是在處理過程當中 第一個 公務局編入徵收預算 就是基地的北邊 第二個 這個我們的規劃是 北邊有退縮 大概是八公尺 就是道路還是相通 然後 到了基地的西北角 那個公園 納入都市計畫 會成為公園 以上 我的意思就是說 市政府如果說 未來的相會問題 你們也有考慮到 然後納到明年度的預算的話 那你說 因為你這個報告是總和性的吧 因為你會解決西民所有問題 所以說包括各個局處的 他們的回應的意見 你們把他總和起來 是 所以包括水利是不是可不可行 然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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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開闢的單位的意見等等 是 包括捷運局是不是要做那個跨 跨核的 那個也跟新北討論過的 所以說你這個是整個那個 各大那個會整 是的 那所以說如果說 我剛剛只是想講道路開闢 因為大家很重視核心路 會不會透過這個公仔的興建 然後把相關的計畫性的道路 該開闢的 把它做一些開闢 因為核心度本來就不大 就 就 就已經一些比較狹小的路了 是啦 一左右都會聯絡 所以說 因為你報告裡面就有談到 你的一些部分路段 所以我剛剛舉個例子說 那個 剛剛講 比如說我擠那個路段 你剛剛講的如果說 交通局有納入相關的土地徵收 如果說已經有納入明年度計算要做的話 我的意思說 那在裡面的報告是沒有看到 沒看到 我就是有 不好意思 如果有必要我會找普通 應該有 我剛剛講的是PowerPoint他 但是那兩本裡面應該有 我是看這大部分的 這大部分包括意見你都匯整起來了 道路開閉的報紙 比如說聖安宮西邊的計劃道路 實質路行的道路 實質路行的計劃道路 你們沒有考慮進去 你如果說有的話 那你們反應在哪裡呢 因為你剛剛講說 好像是說你們已經有考慮到 明年度要編預算 包括說土地的徵收 那說有的話是不是也應該講清楚一點 我在清楚的回應裡面我講錯 到基地的北邊有納入 然後這個基地的西北角 那個土地廟那個公務局有編入預算 我剛才是這樣講 有編入預算嗎 有 那個公務局 我現在講的是PowerPoint的第21章 核心路那個路提上道路交通瓶頸 它談的是那個 這是水利處 就是報告第18頁 這個藍色的 所以那個轉角的部分的話是可以透寬的 那也是合理的 那你們現在已經 已經有計劃了 要把它透寬了 是的 這個是我講的不是這一段 我講的聖安宮不是土地公廟 聖安宮另外那個 你要去公宅的北邊的地方 北邊的地方有一個廟叫聖安宮 聖安宮它的西邊的地方還有一個計劃道路 那個計劃道路有沒有要開 就是等於是類似 靠近未來停車場 要把它改變成公園那個地方 停車場那個地方 改變公園 但是它連帶也有計劃道路有沒有開闢 意思就是說 我們希望市政府透過這樣一個報告事項 你們要談是說 核心路它如果要開闢的話 以現況來說的話 它的以現況包括計劃道路的路寬 它有實際的路寬現況是怎麼樣 那你將來如果要改善的話 改善的話你包括說計劃道路哪些要去執行 然後目前的實際的路寬 將來改善之後會有多少 這個部分我意思說 大家很關心這個對外對內交通的問題 但是這個部分好像說明的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是說應該進一步去了解一下 你們會整結果之後是不是大家已經知道說 核心路的道路的透寬開闢的問題 是應該一個整體的一個構想規劃的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說我再提出來 所以說應該是有所補充說明 好 那個跟翼座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訊息是這樣 聖安宮道路 它是新公處會列入明年的開闢計劃 意思是說它概算已經進來了 是 那它旁邊那個西邊的地方 那當然西邊就是我基地的北側 十字路行的道路 有 十字路行的道路 有 有嗎 我再唸一次 這個因為這是要列入紀錄了 這個道路上面的橘色的部分 就是這張圖 講的是新公處列入明年開闢計劃 答案是有的 好 那當然我們馬上要審到預算了 那但是我想這個還是 如果說已經有概算已經確定了 或是有預算編列的話 那還是要補充說明讓我們了解一下 了解 不然到時候如果預算編列 預算是不是上面都沒有編 那時間不是又拖掉了嗎 不可以 我剛才說的 概算應該差不多了 是 我再說一次 基地北邊跟基地的斜對面 對 西北角那個廟 那個一路過來 含那個廟對面的公園 公園都市計畫會變更 基地的北邊跟廟前面 都有納入公務局的預算 好 我們現在希望能夠要確定 是的 但是我也有點懷疑說 你們是不是有真的把那個 那個十字路行那個計畫道路 全部納入計畫 這個我可以提一個書面的回應 但是我現在有說是的確有 因為核心路 核心路 勝安宮西邊的地方 有一個十字路行交叉口的那個計畫道路 我不曉得你幾檔有沒有聽到我的意思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我手頭上這邊有圖 好 沒關係 這一部分 再補充說明 是的 補充說明 最好把圖形畫出來 就知道了 就只要說 你們有沒有抓堆問題的 好 是的 這是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 剛剛講 比如說新建那個經費的問題 新的經費問題 我覺得你們也是很難 這樣子讓我們 能夠完全 相信你們現在所講的話 因為你這個報告裡面 你那時候為什麼寫7億呢 這裡面為什麼會寫 將來新的經費是抓到7億 為什麼會寫7億呢 不 不好意思 現在18.8降為13.2 你沒有寫在這裡面 沒有寫在這一本裡面 在我們的概算有寫 但是你這個報告裡面沒有寫 反而你跟他講說是抓7億 沒有 我現在有一件我非常確定 每一個案子的單價不會超過12億 一平12萬 這是對議會的承諾 目前為止每個案子都是朝這個方向 如果說以目前你們規劃的頻數 總共是要該六千零二十坪 直接工程費有十億多的話 每瓶的單價就會達到十九萬多 那你簡報第六月的 有七億五千 七億五十七萬多 如果把它除下來是十一點 十一萬六千多元 你如果按照你給我們的報告裡面 單價是沒有超過十二萬 但是你如果按照這個 你所講的直接工程會十一億多來算的話 就每瓶的造價就要十九萬多 所以說到底華新公仔他的經費 實際上的經費到底編率多少 是七億十一億或十三億 如果是直接工程會十一億的話 總工程會是十三億 你所講的十三億 那麼既然你們已經知道要抓這樣的十三億了 為什麼你們給我們的這個報告資料裡面 你還寫七億呢 這個部分就是說 讓我們那時候看這個預算的時候 一個感到很納悶的地方 那個抱歉 所以我才在這個大會裡面 我們要問清楚說你到底是編多少 那整個工程造價有沒有超過十一點五千 沒有十一點五萬第一個確定 第二個統包工程費 因為費用很多種嘛 那我就清楚的回應 單憑造價十一點五萬 就是對醫護的承諾不會超過十二萬 這是很清楚的承諾 是的 因為三十六個案子沒有一個超過 這個不會是第一個超過的 不可能不應該也不會 就是清楚的承諾 是的 這兩個案子方面是不是資料補送 可以同意他來備查好不好 那個資料當然還補送 但是這兩個案子 他重要性在於說 這是我們的總和結議 我們一定要經過這個 他重新他回應民意之後的一個修正意見 讓我們大會了解之後 我們了解之後 他才可以動之相關的這個預算 那個動之工程預算 這是彈書 工程預算 對 所以說這個案子 這個報告事項它的重要性在於說 我們大會要通過 沒有錯 所以說我們當然是利用大會這個時間來詢問一些 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是的 那當然如果說以景美女中這個案子 809案這個案子來說的話 當然要回到一個老問題 那個張新街六十三項 到底東段要不要開闢的問題 張新街六十三項 您又回到景美調車場 對 對 現在以809來說的話 對 警調是這樣 以北邊有東段跟西段 這是在去年的議會 其實是被刪除的 所以同樣 當時公務委員問都發局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因為那是問個是非題 就是說假設議會沒有通過這個徵收的預算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的回應就是說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這個基地的北邊 我們已經自行退縮八公尺 是因為在去年的議會裡面 在公務委員會 這個預算被刪除的 你們自行退縮當然路是還可以通 沒錯 只是因為東段沒有開闢 西北段有通 東北沒有通 所以東北要不要徵收 東北那時候是還沒徵收以前 我們就在假設萬一沒徵收 議會沒通過 所以我在設計的時候 我的北邊幾條幾條都已經退縮了 我知道了 就是說東北這邊 或是東段這邊 他還沒徵收開闢的話 是不會影響我們公宅建建 將來公宅蓋好之後 還是可以人 人行都沒有問題 是的 工作都沒有問題 這我們都知道 但是還是要回到一個問題 市政府還在面對整個地方 所謂的地方建設上 將來這個六十三項這一部分 東段這一部分 或是東北那部分 要不要開闢的問題 這個當然是 因為現在我們是尊重去年的公委會的決議 那要不要開我想到了下個階段還是可以持續討論的 你不是持續討論的問題 這個本來預算是你們有編 只是議會沒有通過 議會沒有通過 那議會沒有通過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很多狀況之下 後來沒有通過 是 但是你們市政府原來的計畫是要打通了 對 是要打通的 只是因為預算沒有在通過 沒有在通過你們做一個 還是可以把公仔蓋起來不會影響通信等等 那我們也接受 我基本上認為說這個公仔可以蓋就蓋 因為你基本上包括說整個量體都有減少了 富士都有減少 當然我們還是一直很注意說 你那個工程造價絕對不能超過11.5萬 絕對 那機長你保證 是的 因為我們不能夠浪費大錢做這種建設 很清楚的 不能不會也不應該 這個已經說明多次 是的 因為這個809案這個報告事項 就牽涉到一個說 你公仔蓋好之後 那是不是以後63項那一邊你就不管了 應該不是這樣說 其實這個不是你都發 也不是你純粹都發 也是市政府的政策問題 是 不然當初為什麼你們要編這個議算來呢 你為什麼要把它打通呢 那只是因為沒有打通 所以說你們前理之計還是可以做 那是不是以後就永遠這樣子呢 以後那邊就不管了呢 理想上其實北邊整條都沒有徵收 但是西北現在有通 東北沒有通 所以我們去年只有編東北 但是東北後來也被撤案 東北是被刪除 所以我誠實的說我沒有辦法清楚的回應 譯作剛剛的問題 因為這是整個市府政策的問題 但是就都發局來講 因為已經被刪除了 而且我同時在規劃的時候 然後我就整個北邊我就退八公尺 這我都有報告 當然也不能由你代表市政府來講 但是事實上 你們當初邊要打通 就是有打通的這個 整個計畫性的需求 因為那個地方將來還是有 常人來說還是有需求 是的 整個道路的這個連結性才能夠比較通暢 對 所以說本來是應該是要打通的 所以才編東北 所以我是因為這個報告 這個報告有牽涉到 過去有一個預算被刪除了 然後當然不影響我們公仔的興建 沒錯 我也主張公仔可以蓋的話就趕快蓋 不要再拖延時間了 但是 所以我一定要通過這個報告事項 所以我們議會要問市政府說 那你以前沒有被通過那個預算 那個計畫是不是永遠都不做了 當然你 其實市政府要對外發言的話 你也是算主政機關 那要不要做 我想這個是公務局跟 因為這是公務局主政 但公務局會參考都法議局的意見 我想到下個議題 我們再來排這個優先順序 因為已經去年被刪除了 至少我今年沒有排優先順序 也許到下個年度可以排 你當然可以講說只是沒有急迫性而已 但是按照一個理想性來說的話 它還是要打通的 了解 是的 你可以講說目前還說 並不影響公產的興建 所以沒有急迫性 但是按照整個地區的發展 還有交通的規劃交通的順暢等等 那個地方市政府原先的構想還是應該打通 所以說你們應該要繼續努力才對 應該是這樣才對 是這個方向 是 沒有錯 謝謝 我們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報告裡面 你不能夠永遠把那個六十三項 這個問題就永遠都不管了 你們還是要面對 了解 未來是要面對 是的 所以因為只是說今天要通過這個報告事項 我們還是要再詢問一下 了解 你只要這樣說 以後大概都不動了 或是說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我們也要了解 對 那我對您這個議題的回應就是說 在理想上應該這個基地的北邊 應該要持續編入這個預算 本來你就是尤其都發局 你就應該要提出你的意見 了解 當然將來的預算至於是公務局 新公司要開闢道路 但是都市規劃是你 所以說這個你本來就應該說 我們要繼續在極力爭取 應該是這樣才對 了解 是 應該是這樣 那有關於807案 809案方面 是不是等程序劇組的時候 我們就不討論了 程序劇組的時候 我們再來通過 這個要通過一定要程序劇組 我知道 但是資料要補送還是要補送 好不好 那就是以後程序處理 這兩個就不再討論了 好不好 這先想要記住名 局長請回座 781案有沒有意見 每一件我們就同意 811案有沒有意見 每一件我們就同意 這撤回案 這個781案 811都是同樣的案子 撤回案 那當然這個 還是要說明一下 因為你送來一個案子 你本來想要做日間照顧中心 那後來又想想說 還是不要好了 但是你給我們的理由 是說 這個 該案 你為什麼會特別強調說 有那個迫切福利的需求 有那個兒童及老人 迫切福利的需求 所以你這個原來計畫 就是這個打消 那你這個四樓 你是要做什麼使用 報議員 這個我們大概是說 這個空間重新做一個規劃 原來在四樓要做這個 日間照顧中心 那後來我們檢討之後 把它換到一樓跟二樓 比較方便這個身影障礙者的 這種處理 那這個玉城大樓的這個 四五六樓 就做這種社區的 銀法活動跟運動的中心 然後他的三樓會做這種 居家托育資源中心 跟定點零托的服務 我們大概是把這個空間 做一個規劃 原來送案子來的時候 是送在四樓 那因為這個 就是說原來依照 這個是有財產做賣民營的規定 要算一個財產的價值 那原來四樓價值 跟換到一二樓的財產價值 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調整 所以你是不設在四樓 對 因為換到一二樓 對身影障礙者比較方便 那四樓要做什麼使用 四樓現在是規劃做這個社區的 銀法健康跟運動的這種場地 所以已經有計畫要做了 對 就是說這整個玉城大樓 大概是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所以原來身影障礙是在四樓 所以現在還是閒置嗎 現在因為他原來是市府秘書處的檔案室 原來的那個四五樓是秘書處檔案室 因為檔案室他搬走 那因為原本他檔案室要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去的時候 他要算那個新地方的樓地板的沉重還有結構的因素 所以隔了一段時間才回答我們說他可以搬 那搬了之後因為搬要一段時間 那個地方就空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整體做考慮 本來是說四樓可以做這種製造中心的聲音障礙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說一二樓其實更好 所以做這樣空間上的調整以上 所以說這個要再等多久才會再度使用 這個其實我們原來送案子 因為他這也是公辦名的委外招標 所以本來就是都明年才會再開始做處理 因為原來的那個四樓檔案室 其實在結構上 就原來那個檔案室的結構上 也需要再整理 這個我們會再處理 原來就是我們提早送到議會來 他也是需要在國外招標的過程 所以明年也都是明年才會提供服務 好 謝謝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說明 好 我們謝謝局長說明 那我們就同意撤回 接下來進行就是有關於 那個南港茶葉製造示範產畫面 5555以及720案的撤回案 有沒有意見 好 我們請周秉長 這個為什麼後來想到說 就是不敢再委外了 要收回來自己來做 好 局長 那這個一定是有碰到 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或是特別的考慮 當然過去委外的經營成績是不佳 我們倍受這個社會外界的詬病 就是完全這個經營這個績效很差 那你們那個委外的企業中止之後 好像也隔了八個月 空了八個月 然後現在你們已經在經營關 自我經營關 現在已經在開始了 對 我們改成置辦 本來是要委辦 但是因為 現在你們已經在置辦了 我們自我 對 那之前這個委外的企業中止之後 等於是放了三分之二二年 我們應該知道 不是放 因為那個前案 的確是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太遙遠 那經營不佳 所以後來那個前面解約之後 時間到了就解約沒有續辦之後 那我們本來是要再委辦 但是也上網兩次也都流標 辦了好幾次說明會都一直說明 最後大家還是評估在商業效益有困難 所以本來送過來被查是希望說 我們要委外 那後來決定置辦之後 我們就會測案 所以這是一個送案又測案的過程 那現在是用置辦的方式 那麼結合跟地方的文史協會 地方的發展協會 大康發展協會 以及這個南港農會一起合作 那我們用自我經營的方式 先把它軟生起來這樣 你們本來如果說 如果原來是要委辦 如果成功的話 你們就委託外面辦理 那當然以前說 他如果有收益的話 會付一點點錢給我們 但是過去完全沒有收益 所以分不到一毛錢 非常不好 那你們現在自辦 自己來經營的話 你們有抓過 大概一個月大概有 你要花多少錢 要花多少錢 我們有數據 但我現在手上沒在身上 不過還是要說明 因為他在山上 他每年還是要持續編列維修的會用 那因為山上失氣重 那麼現階段是用比較低度的方式 那跟農會合作 大家登山的時候來這邊 在每個六禮拜天都會有活動來安排 那因為現階段不是以收益為主 所以基本上等於是 會跟地方合作辦各種的 比如說茶葉的導覽活動 或是自己來手製茶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自辦 我們都沒有認得收費 目前是沒有 跟議員報告 就是有關於一些收費的話 可能有一些DIY過程 簡單收個公本費等等 那一般大概都是以免費 讓民眾來體驗的一些相關課程為主 我這樣跟議員報告好了 因為地方要直接做商業 我們做兩次的招商 辦了很多說明會 大家都還是認為做不起來 所以現階段我們做好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先透過軟生的方式 然後做過策展 那慢慢讓地方 漸漸會有些活動在那邊產生 等於是先用軟生的方式 讓這地方重新凌聚一個共識 那現階段整個地方農家 事實上也在做輔導 那希望透過 包含我們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們已經撒草種種那個金針花 那等它漲起來 就慢慢去創造整個地方的地景之後 那麼整個人做起來之後 真的要辦招商可能還要等一年半到兩年後 就我們先把那個氣氛做起來 透過一些我們自己政府 來推導的這些軟性的活動 跟農會合作 跟地方的產業發展協會合作 讓大家慢慢 小量人慢慢進來慢慢進來 用這種方式 那等到真正有比較多人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再來辦 用招商的方式 那現階段大概商業模式的確不可行 因為我們的確也去邀請很多人 那來看過之後 大家都覺得現階段大概商業模式是做不起來的 那你自己是政府來辦你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們政府來辦的時候 我們不是以商業為主 所以我們現階段是用跟地方文史合作 把它做生態的教育 茶葉的了解 這個推廣這種方式去做這樣 你是要為未來的商業發展奠定一個基礎 我們現在在這一年半 跟包含跟地方的協會發展互動 慢慢找出一條最好的模式 我不一定講說一定變商業 我們現在包含15個茶農 我們都幫他做肖像 幫他做他的徽章 那這個我們會再幫他做策展 也希望能輔導幫他們重新再包裝 讓他們的產品也可以在這邊 可以被銷售可以被看到 等於是說我們在先用協助地方的茶農的方式 讓他以這為據點 那他的種植的東西 或是再製作的東西 可以被一般市民慢慢的了解 那透過這些活動 慢慢讓這個點產生一個意象出來 所以我們沒有說一定一年半或兩年後 一定變商業 但是先用這種一個互動的過程中 去找出一個地方也接受 然後台北市民慢慢會習慣的模式這樣 那我們這樣做 對當地山上的農民有幫助嗎 我們現階段都是跟農民一起討論的 那像15個茶農 我們幫他重新設計他的logo 然後幫他產品提供一些建議 怎麼再包裝等等 那當然立即的成果 沒辦法立即看到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慢慢的輔導 農民應該也會 至少到目前為止還算支持我們 我們當然是不希望說我們私有財場閒事 能夠盡量發揮他的功能 那當然我們也要了解說我們自己經營 然後我們大概每個月或是我們一年裡面 大概要投入多少相關的經費 這個部分你們也會編在預算裡面 我們可以提供 我們包含每個禮拜 你們明年度的預算有編嗎 還是有編 因為我們還是要有維修 維修輔導費用 輔導費用或是你們的 還有活動的費用 人事相關的費用也會有吧 對 有一定有編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藍館茶園這一部分 明年度的預算你們有一個具體的預算項目 而且我們是唯一我們用以公代政 以當地的這些居民農民來這邊當輔導 所以我們是在台北市唯一 我們現在用這種這個以公代政的方式 讓他們來做這種 你這個以公代政和社會級的不一樣吧 沒有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是用地方的人來這邊去做那個說明 我們也是支持你們盡量要想一些好的方式 好的點子 能夠讓這個地方活化 這個地方還是要 雖然我們投資一些錢沒關係 讓它活化起來 那當然這個 對整個地方的發展或產業的發展 希望能夠帶來更多的幫助 了解 那當然你們要這樣做的話 可能要 同時要解決那個交通便利性的問題 那你們這一部分 已經有跟交通局 進一步來做什麼合作了嗎 現階段我們有討論過 因為現階段遊客沒有那麼多 那麼目前小巴去增加他的班次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做 所以我們是這樣 有辦活動 我們就會協調是在那個有辦活動的時候來加開 那麼如果沒有辦活動的話 假日原則上還是照現在的班次不增加 因為比你增加 可是因為那個 這個巴士的經驗 那我們一般的市民怎麼知道哪時候有辦活動 所以你才會加開班次 我們辦活動我們就會宣傳 我們 所以說我們這個加開班次到哪個地方去坐車這樣子 它還是照原來的巴士站的位置 只是說一天的頻率會增加這樣 就它不是一個常態性的頻率 那你如果說有辦活動的話 你大概會增加多少 那個車 交通車的頻率 我們要看那個活動的大型或小型 你已經開始實施了嗎 已經開始做了嗎 我們現階段還沒有辦到那麼大型的 對 但是有討論是說 如果說真的要辦大型的 我們就會來做這個 剛剛基階段所講的你是一個構想 你是構想這樣 有討論過 因為現階段增加班次會沒有人做 那對巴士經營業者來講是變成是 你是個構想 那還沒真正去做 有辦大活動的時候就會來做 事實上 一年裡面總是有一兩次大活動 一定會有的 包括說我們南港的桂花節 還有我們南港的茶葉 大型的活動 一定有一個 一年裡面有一兩劑 他是可以去辦一個大型活動 是 所以這個茶葉 是要以茶葉為主題 就可以辦很多活動了 了解 那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跟農民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了解 那一年裡面 我們算什麼時候 首先設計一下 當時我們來辦什麼活動 那已經都設計好之後 你就可以提早做一些宣傳 是 這樣的話就會活絡起來了 了解 當然我是純粹從那個 你們那個活動人數統計來看的話 你們自辦之後 你們都還維持 大概一千多到兩千人 這樣子 比過去好像還好一點 過去都三四百歲而已 那你現在有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不是商業性活動 我們是等於是會有辦 教你怎麼演那個演茶 然後茶的導覽 然後品茶各種 還有那個藍染的課程 好 因為是我們要我們同意說 你來 你是測案而已 那事實上你已經 你沒有測案 你已經也是自己在經營了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案子是 你就是沒有測案 你也是自己在自己在經營的 那只是誠意上說 因為我們原案是因為委外經營 等於是我們撤掉委外經營這個案子 你今天只是把說 你過去有送一個報告事項來 然後這個報告事項說 事實上你們已經沒有這樣做了 沒有再繼續委外了 所以要把這個案子撤去而已 那我們也知道說 事實上是這樣子 那所以相關的問題的話 我們在明年度的預算編列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進一步了解說 你們自己經營以來 你們到底有沒有什麼進展 有什麼成果 然後你未來的預算編列 是不是能夠抓住未來那個要點 有那個跟議員報告 其實財經文會有要求我們定期 都要繳交報告 就是我們的經營狀況 這樣子喔 財經文會有要求我們 那到時候我們預算審查 之後我們在進入 來了解你們相關的內容 是 如果沒意見我們就同意撤回 接下來我們進行743案 有沒有意見 是委外案的 好 我們請洪建議 洪議員 你先來 你第一次發言 來 我比較納悶的齁 來 局長 這間怎麼走 來 是教育局還是你 我比較納悶的是在你在103年規劃的時候 是 當時候是好不容易招標出去17點多億 是 那為什麼後來你在前置作業要招標 難道沒有符合國際性的要求嗎 為什麼後面工程完再來變更設計又要花兩三億啊 是 包括一座 因為國際競賽的整個過程 我們通常大概會依據賽事去做設計規劃 但是等到賽事接近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叫做技術代表TD的產生 那這個TD是負負責整個賽事最後的決定 所以TD TD產生之後它會來做場地的仿式 然後會去做一些它特殊需求的指示 因為我們的整個比賽都要依照TD的指示做 所以它會做些微的變更 所以呢 我們前置的作業規劃 如果照你的說法 前置作業規劃 就是我們合不來算啊 不是 我們的前置的規劃 就是按照我們一般所謂的規則的規定來做 那也就是我們不夠專業去規劃 最後面人家還來指導我們改三億啊 也就是我們總預算的六分之一啊 不好意思 大概不是這樣 因為齁 大概因為在2009年的世界運動會的時候 我也曾經當過TD啦 所以我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我們在場館規劃的時候 大概就是符合規則的規定 但是因為每一個比賽會有競賽規程 所以競賽規程有時候會做某些修訂 那您也知道國際規則每四年會 世界大學運動會原則上競賽的規定 不會因為場地的長短或左右 而增加它比賽的 譬如說網球 我不會因爲什麼原因 導致於我網球的球場增加10公尺 這不會 不會 那不會的情況下 為什麼要去更改原本的設計 多花三億呢 這我比較納悶啦 我甚至於合理懷疑是 沒有人來標跟村元講好 事後我們再來變更設計再來追加 我想應該不會有這種情形啦 因為我們的整體的大的架構它不會改變 而且重點是網球比賽完現在在幹嘛 我們在去年12月16號已經OT出去了 OT出去現在幾個網球場有真正在經營嗎 我們之前因為主要的那個戶外的球場 還沒有完成整個的驗收程序 比賽完了還沒有驗收的程序 是 不會吧 比賽都比完了到現在還沒驗收程序 你還要來跟我追加尾款 那你改你那個變更設計 人家都已經比賽完了 你變更設計幹嘛 包括一座 就是我們的驗收已經在上個月的月底 已經驗收完成了 上個月的月底驗收完 那也就是世大運比賽的時候 他場館並沒有驗收 他只要有使用執照就可以使用 你太難了 這條情形的我有意見 你在比賽的時候沒有驗收完成 只有使用執照 那你到了比賽完 現在才來跟我申請一個使用那個驗收完成 再來跟我追加說 喔 我有一些什麼錢 我應該是要怎麼用 將近三億的 兩億九 兩億八 你總工程倍才17點多億 事前規劃已經不合格了 你就跟我說 因為世大運比賽 我告訴你網球場 我不曉得 我是本身是運動選手 但我知道比賽不會因為 你某個賽事不一樣 導致於你的長度寬度使用面積不一樣 不好意思 有關於工程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允許我請那個 捷運局北宮處的同仁來做說明 為什麼要變更設計 來捷運局來說 請問一下我們那個北宮處的同仁方便嗎 還在場嗎 你是北宮處嗎 他是我們體育局 那你要找北宮處來 我就等你北宮處來再說吧 全世界最好笑的 世大運是國際型的比賽 比賽前你花了規劃設計費 要招標18點多億 招標流標了4次17點多億 完標 完標完了以後你說應該要國際賽事來檢驗 然後變更設計 變更設計的費用是我們前置的6分之一 也就是3億左右 好3億左右變更完了 你告訴我世大運在比賽的時候 他場館只有使用執照 並沒有變更設計完成驗收 你現在再來跟我驗收 然後跟我要錢 我都比賽完了我幹嘛給錢 議會不是笑的 主席這條我有意見 我覺得不應該再給錢 但是那個周副議長還在詢問 詢問之後我們還是戰歌 但是還是要把問題點出來 好不好 問請周副議長 我要問的問題是 洪議員所問的 這個事情是有夠離譜的 就是說我們的網球中心 你就在社臺灣比賽 比賽現在還在好幾個月 從8月底到現在你看 車路也要八九個月了 你到最近才完成驗收 這說起來這怎麼能夠交代呢 你之前那個旅遊 你剛剛聽的時候好笑 有使用執照就可以使用 然後我們的工程 我們的工程是要付錢給人 付錢給人 你最近才在驗收 那整個網球中心 你現在的結算金額 到底是多少錢 不好意思我可以請北宮處同仁 北宮處 我們隆重花多少錢 現在結算金額是19.85億 大約是19.85億 春年營造他原來是用17億多標道 是 那結果他實際上領多少錢 領19點多億是吧 19.85 19.85 是 也就是說他多領了2億8 那他是也不能說多領 就是因為我們施工過程中有變更設計 那大部分的變更設計都是在106年6月之前就完成了 然後所以才拿到使用執照 那整個主體工程是在去年8月中的時候就大部分都完成了 然後提供給體育局辦那個世大運的網球賽事 那因為我們工程旁邊有兩條那個項道 一個是206項一個是210項 那206項那時候在6月初的6月的時候呢 有裡面有反應說那個206項底那個部分呢 也要隨著前面拓寬 然後去做人行道的更新 所以我們這個我們是納盡這個標來施工的 那所以針對那個部分呢 必須公期展延展延到去年12月15號 所以驗收才會在今年4月底才會完成 是這個原因 那所有的變更案 其實主體工程的部分都是在去年的 6、7月的時候都大部分都完成了 幫忙幫忙幫忙 整個網球中心的變更企業總共變更了幾次 變更了17次 一個工程17億的工程 那你變更企業17次 我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有時候因為廠商 我們都要求廠商要配合先行施工 因為我們有世代運賽事的那個 騎乘的project的需求 所以我們變更設計 確定要變更設計的時候 我們會要求廠商要先配合先行施工 那廠商配合先行施工 他如果做完了之後他必須要計價 所以我們沒辦法說幾個案子說 再打包說把17次變成5次 所以那個案子才會說 看起來會比較多是這個原因 那我們獨立先辦了之後 廠商就可以我們就開始會議價 那在沒有議價之前呢 如果他做完了也可以先八成計價 那是因為這個案子才會說 因為這樣子才會說把那個變更設計案 如果說一個工程 重大工程 一億以上的叫重大工程 你何況你是17的重大工程 結果能夠變更來變更去 變更17次 而且你還敢講說 大部分都在比賽前就變更完成 那意思是說等一下再問 還有小部分是在比賽之後還在變更的 等一下再問問 那所以這個你不會覺得很可笑嗎 重大工程可以變更來變更去 是不是代表當初的規劃設計就有問題呢 然後這些有問題的 該多付出的錢是由市民來付嗎 這個都很奇怪了 我現在比較質疑的有幾個問題 也麻煩你們回答一下 你的重大工程乘以17倍 然後呢一億一次嘛 一億重大工程就算一億了嘛 你有17億那就是17次的重大工程 你全部給我變更17次 這很離譜 第二個我想要主張的就是說 剛才局長有跟我說 那個北宮柱有跟我講 有一些是因為因應民眾要求 我最後面到人行道拓寬 我就比賽完了 你在拓寬人行道幹什麼 你聽我的意思嗎 局長有跟我說的 跟你跟我講的是有衝突 你跟我講的是講說 比賽完了以後因應旁邊的居民 要求人行道拓寬 我不曉得有沒有徵收的費用 那你光人行道拓寬你花了兩億多 還是兩億多裡面有多少是人行道拓寬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國際性的賽事比賽完了 台灣的意見已經確定了 你跟我做人行步道拓寬 幹什麼 很浪漫 而且第二個那個地方是鳥不生蛋的地方 沒有什麼人潮的地方 第三個總共有幾個網球球場 局長 幾個 我們總共有16面球場 16面球場 我告訴你網球的使用人數 你現在OT外去廠商哀哀求 他們想要變更什麼 想要變更為羽球或籃球多項使用 哇 你花了二三十歲 結果跟我說現在要變金 變金網球使用人數又不多 我們是笨蛋嗎 如果你現在跟我要這些錢 然後竣工完備了 申請使用執照了 也都OK了 那最後面再來變更使用 變成籃球 變成羽球 變成多功能 那你花這二十幾億幹什麼 當時候就租場地就好啦 局長 我說得對不對 你們OT是把燙手山魚丟出去 管你的 人家這半年也賠了六七千萬 因為沒有人潮 小吃店不會過去等等那裡就算了 可是你換個角度 你現在我錢給你結算完了 沒有問題了 我們兩億多都給你了 你也用完了 那請問一下再來呢 就變更使用 只要你舉一舉同意 就可以變更為游泳池 或者是變更為所謂的 羽球場 籃球場 是不是這樣 因為你要讓人家OT 有可以辦法經營可以賺錢 不然誰要跟你OT 這就俗稱的文字館 不好意思 現在我們網球的主場地的部分 確實現在是把它變更成 網球跟羽球共用的場地 對 對 那因為這不介紹場地只有畫線的改變 那我們有一些附屬空間 確實也變成了一些健身房 讓它能夠多角化 多工的經營 那六樓跟七樓 他們現在也正在設法做其他經營使用 那他們也規劃美食街跟商店街 那邊會有美食街的人嗎 這是OT廠他們提出來的計畫 我現在直接了斷告訴你 對於你要追加這些錢 要支付這些錢 我有一見 至於你OT如何管理 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 我覺得很好笑 花了二十幾億 結果告訴我說 它變成要複合式的使用 而非所謂的專業羽球使用 為什麼 因為專業的羽球使用 使用人數不高 租金過貴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追加款項 以我個人立場 我認為不應該給 謝謝 那讚哥好不好 主席 今天捷運局北公處處長不來 沒有來 沒有來 這個報告師 現在跟他們北公處有關的 下次討論時候 邀請他們過來 好不好 今天北公處 你是什麼樣的職稱 我是那個承辦公務所 公務所 是 是 是 網球中心的公務所 對 公務所的什麼職稱 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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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北公處 這樣也是很不負責任 這個報告事項 這麼重大 而且它等於是多用了兩億八 那結果你們 是這樣輕率來做一些 要向議會做一些說明 因為剛剛好 如果說我們沒有事先掉資料還不清楚 你剛剛這樣講 真的是要混淆視聽 它總共變更7x17次 請問在比賽前變更了幾次 比賽後變更了幾次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比賽後只有兩個指案 一個就是賽後復原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二零六項尾的那個人行道更新 變更7x17次 17點 我們賽事是到106年8月30號結束 8月30號結束 8月30號結束 你變更了 變更7x幾次 之後變了幾次 你知道嗎 你剛剛跟我們講說 大部分都在比賽前來完成變更7x 不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17 比賽之前 就是17次裡面扣掉那兩個指案 都已經辦過會堪了 辦過會堪是會堪 變更企業就是跟 已經完成這個變更的一個企業的簽訂 那才算是變更企業嘛 你前面什麼會堪啊 怎麼討論啊 那都是還沒確定嘛 變更是17x 我是說天下公有一個太奇怪的現象 17x的工程 這個工程在103年的12月27號 郝龍斌下任前 他已經下任了 柯市長上任的時候 簽了這個結標 103年12月27號結標 春年營造得標17億多 那時候郝龍斌市長已經卸任了 柯市長上來了 103年12月已經結標之後 104年105年 104年105年 這麼長的時間 你們也沒有什麼變更期 偏偏106年 就開始來做很多的變更 然後變更了17次 其中有11次是在賽事比賽完之後變更的 變更了只有6次而已 那問題是如果大家很奇怪在問說 為什麼比賽都完啊 工程都做完啊 比賽都完啊 還要繼續不斷的變更企業 然後不斷的領錢 這個錢你還跟我們講說 我們是用世代應的其他項目的結益款來 因為你是結標是17億多啊 幾面要來 你也沒有特別在利用那邊預算 結益款來 世代應太多項目了 都有結益款 你就這樣 這樣就流過來 流用流用流過來 這個事實上 這個覺得說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的控管預算的問題 所以我說剛才我們先 我是給你提醒一下 17次的變更企業 有11次是在比賽完之後 我是講變更企業的日期 不好意思做 這個工程是在12月17號決標 那我們您剛剛所提到的 17次的變更啊 從行政上確實有11次是在賽後完成 但是這些在比賽前都已經完成會堪確定 那我們確實在這部分的行政作業 是有比較慢 那這部分在市府也經過 也開過檢討會檢討這個程序 那沒有用啊 都辦完了啊 錢也給人家啦 存的已經領了19億多了嘛 對不對 我是跟一桌包說 這些變更的需求在比賽前都已經確定了 所以按理說 按理說你這個表也說不確實 整個工程發包的預算 你自己所講的所謂的直接工程成本 本來是17億 經過流用之後 你還是維持17億 老實說這個我們也看不懂啊 你給我們的表喔 這個表喔 我們明明知道說你實質上不是17億的 是領了19億8千 19億8千多萬了 結果你還 你就是硬不改說 原來那個工程發包的這個預算 你還是維持17億 他那個那一欄就純粹是17億 這樣才好比較 那下面有一個預備金跟那個流用經費 預備金有1億0200萬 那流用經費有1億8千多萬 你就是預備金 流用經費給他也就多了2億8千多萬 就實際上他用了19億多嘛 所以他所謂的直接工程成本就是19億多嘛 怎麼可能還 那個表上還維持17億多 然後他多出來的錢說 因為他是預備金來的 因為是從流用經費來的 所以說那個和17億沒有關 怎麼沒有關 10階工程成本就是19億多嘛 那為什麼連這個都不變呢 我也覺得看不見了 那這個如果我們沒有先調資料來看的話 我們也不曉得說 好像你們講說我們就接受什麼 其實這樣不對啊 所以我之所以要特別再提醒一下說 你頭到港灣大學講說 大部分都是在比賽前 大部分變更都完成了 然後後來才小部分 但是這個完全是背離事實 這是沒有誠實報告議會 這是不對的 那我再補充一小點就好 你這個第七次變更 就是說四大運之後三個月 三個半月 你還變更7A 變更什麼呢 屋頂水箱位置變更 空調系統落相 分離式冷氣不足 高壓壁壘接地 這些項目啦 你就把它變更 然後這個是不是很奇怪的 那之前喔 8月14號就是四大運開幕前五天 你還突然再花了2500萬 再做這個變更 然後花了700多萬 然後說這個 這個報告事項 如果說你們以為說 這樣輕易這樣講講 然後你們說 我們同意最佳的2億 2億8千多萬就過了 沒有任何相關的檢討 或是施施的責任追究的話 我覺得說這個 很難對議會交代 很難對市民交代 所以這補充你們是不是應該 再講清楚一點 是 報告一中 您所剛剛提到那個時間的序列 想跟您說明一下 就是這些變更啊 都是在四大運之前 就已經完成變更 但是因為他要去議約 所以程序上是有延誤的 可能一時講不清楚 是不是 議員提出來之後 再去溝通好不好 我追問一個問題 你剛才講的沒有錯 在四大運舉辦之前 你就變更設計完成嗎 是不是 就已經變更設計完成了 變更設計完成以後 使得動工 沒錯吧 變更設計還要爆開工 要使得動工嘛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一個問題 你的變更設計完的時候 是在四大運前把他工進做完 還是四大運後才做工進 就你變更的這些部分 之前就已經做了 之前就已經做了 那我告訴你 依據建築法規裡面 為案圖施工 為案工進 沒有暴去工 其實是違法 建築師跟營造廠商 是要送懲戒的 你這樣先做 做完之後就來補停輸 停輸完現在補錢 哇 那大事大條 那村園要祭典 101條款有問題 建管署有沒有來 我講的對不對 你包括建築師都要送101懲戒 你行判還沒過 你先把我當工當工完了 行判完了 等到現在才在報竣工 等四大運比賽完才報竣工 我跟你說這大事大條 我這麼正門司下去查 我這大事大條 我沒跟你騙 好 這個案子戰歌 我們再去溝通 好不好 機長請回座 接下來我們進行七七九案 有沒有意見 好 我們請陳議員 不是啦 我不是要動啦 因為你這個是 捷運吃到飽嘛 公車捷運吃到飽 1280吃到飽 那你動資的預算是 公車運輸定期票 動資本市公有停車場 基金辦理案 然後動資多少錢呢 後面有寫嘛 動資停車場基金致應本案 補貼款新台幣4億元 那你這個政策 我有意見就是 除了政策以外 拿這個報告案 我有意見是說 沒有經過議會的討論嘛 你們已經實施了嘛 在4月實施 今年的4月現在5月 然後是雙北 為了鼓勵什麼 你們上面都是裡面寫的 為了鼓勵私人運聚使用者 改搭乘綠運輸通勤 雙北市政府合作推動捷運 加公車定期票 也就是民眾購買定期票 可以在30天內 享有台北捷運及雙北公車 不限次數地點及方向搭乘 還有可以享受本市公共自行車 就是U-Bike 前30分鐘免費繼承 然後用補貼的方案來 那麼先第一點請教說局長 是 是在新北市 U-Bike前30分鐘有沒有補貼 他是 現行 對 他是由新北市政府補貼的 前面10塊錢 我們現在我是講U-Bike 對 現在台北市早就取消了 前30分鐘沒有 我們是補貼5塊錢 補貼5塊錢 以前是免費 以前免費 現在新北市呢 他是補貼10塊錢 就前30分鐘 比我們多5塊錢 對 那我們現在 就是 如果買這個月票 買這個月票 前30分鐘就是不用錢 不用錢 然後 你這就是說 你加會是加會 兩個共同補貼 你預計我們台北市 是不是要補貼4億元 用停車廠管理基金 是 支應4億元 然後4億元怎麼來的 啊你們 老實講 在基金審議預算的時候 並沒有這一筆 所以這一筆是你們預計的 預計是動支4億元 也是你們算出來 你們預估啦 你們預計 然後這個 有達到你們預計嗎 因為4月才開始實施 有達到你們預計嗎 有多少人在買 啊如果是賣給我 我這個月我超級的 我沒有超級1千280塊的人 他都不來用了嘛 對 那換這個消息 新北市的人 會加會到 為什麼 路途越長 搭乘的處事越多 他可能一個月就 有這個 他買這個月票就有他的意義 那你的主要目的是 鼓勵私人運聚 使用者搭乘運輸通勤 那我問你們的時候 你們說 其實 是要減少空污 大家坐大眾運勢工具嘛 就減少我們大台北地區 尤其是台北市的空污啊 然後你柯P又講 這三年來所做的努力 減少空氣污染 PM2.5的所做的努力 因為深澳電廠的要蓋 如果是火力發電廠 是用藍煤的喔 三年努力白費 那結果你們主要目的 是為了鼓勵私人運聚 那鼓勵大眾運輸工具 不是我們政府常常在做的事情 然後去年開始實施 也沒有 當然沒有意願的同意嘛 這去年審預算的時候 審基金預算的時候 也沒有審議到說 你要公車捷運 一定吃到飽嘛 所以你今天告訴我說 你要動用停車場基金 補貼4億元 台北市的部分要補貼4億 新北市要補貼多少 局長 1280吃到飽啦 30日裡面 全部都不用錢 超過1280都不用錢嘛 我台北市的人 你想我一個月超過1280 新北市的人 譬如說 我住三家 我要坐 換兩班公車 坐到永齡站 永齡站 坐捷運 坐到市府站 會好啊 結果他們告訴我 五點半出門 我要兩點半時間才到這裡 這樣會好嗎 但是你今天用報告案來 因為你們已經實施了 實施了 已經 然後效果也不知道 然後到底賣了多少定期票 到一個月賣了多少定期票 因為30日內以後才有用嘛 其他你就要用加值的嘛 然後你這個又沒有記名 就是說我今天你贏的結論當中 我為到 可能我固定單 我不會超過1280 如果超過1280 我不會去用嘛 還有我用信用卡的人 他自動儲值 他也不會去買嘛 所以這沒有記名 就是說我用一用的 欸 不夠我拿到蘇柏仔用 蘇柏仔拿到李慶豐用 那些卡應該都可以一卡通行嘛 為了讓他超過1280嘛 結果你說 要動用停車場基金之印 本案補貼新台幣4億元 4億元是你預估的嘛 那你今天送過來的很簡單嘛 12779案就是公共運輸定期票 動資本市公有停車場基金辦理案 請查照 那其實內容就是 希望能動資停管基金4億元嘛 那這個案子就是1280吃到飽嘛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動資 沒了 就是說沒有那個用途 然後白白要用4億元 那你用 我如果講說這個如果沒有用途 那算不算是政策性買票 但所有的政策 你如果說是政策性買票 推動哪一個政策不用出錢的 但是這4億 對台北市民如果沒有 幫助 你不是花到捷運公司營運單位的錢 你用的是停管基金 然後要依注4億元 預估要注意依顧4億元 我每天搭捷運 利用捷運來通勤人 你的目的是鼓用 鼓勵大家來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其實就是減少空污嘛 然後 柯市長又講 三年來台北市所做的努力 所做的努力 那你現在用這個 也沒有來 也沒有讓更多人來 希望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嘛 我早上要利用我的 要利用車子來接送小孩子 一樣是接送 送貨員一樣是送貨員嘛 他必須要騎機車 還是騎機車嘛 他並沒有因為通勤 你鼓勵 來搭乘公車 跟捷運大眾運輸工具 來享受到 1280吃到飽這個政策 你沒台沒錢 要來投這個戲演 用一個報告案 然後 美級名就是1280吃到飽的政策 那這1280你又三個版本 以前從4000多塊變2000多塊 現在變1000 最後定案是1280這個案子 然後你主要目的有沒有達成 你有沒有達成你主要的目的 然後 就要我們議會背書 而且沒有經過 當時也沒經過預算審議 就是一個新的政策的成型 最後就是要來 要希望 動之市議員來補助這個政策 是不是這樣 對啦 我們陳議員是講的是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 這個不應該用被報告案 應該是屬於統一案才對 所以在整個一個政策方面 事實上不相干的東西 你要動之的話 不是用報告案的方式來做處理 所以才是瑕疵很大 不是瑕疵而已 瑕疵很大 我們請洪建議 洪議員 局長 很明確的這是1280專案 是 對不對 那我其實有點復印到我們陳議員的想法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要動用這市議 這個基金的市議 首先你要不要先回答我 基金的收入來源是哪裡 停車費的收入 停車費的收入 就關於停車費的收入 那你要支出市議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如果說停車的收益 是因為基於台北市的人停車 那我的收益 我拿來補貼外縣市跟台北市的聯合 這個1280的這個政策 請問一下 1280這個政策 要另外再買一張卡 還是我原本就可以儲值 用現在的普通卡就可以去做設定 做設定 那我們原本的普通卡 如果搭乘一次 用悠遊卡公司的悠遊卡的這一張悠遊卡 不管是一卡通是悠遊卡 搭乘捷運 捷運要不要提拨相關的基金給我們 我們停管處有基金預算 那個稅入 那個收入一點基金 有沒有分配給我們 捷運公司 沒有 悠遊卡公司也沒有 那你現在針對這1280的部分 你要給人家優惠 我試問一下 柯文哲之前 我個人認為說 這個政策性的一個方向 有點在選舉 你以前是我們30分鐘不用錢 柯文哲說一定要收錢 那搞了收錢 現在又把它夾帶在裡面 又把30塊不用錢 30分鐘不用錢 這我覺得怪怪的 第二個 你停車管理基金 你拿來運用這些部分 而且是 我不能說圖利 就是讓固定的人在使用 讓固定的人在使用 那你這示意對我們台北市 繳交這停車基金的人公平嗎 這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今天要針對這個東西 你這個基金要用 你要不是超過1000萬 你也不會來報啊 對不對 因為他要示意 可是這示意 真正的加會的是哪些人 是長期在使用悠遊卡 大眾運輸的人 並沒有達到你原本要的一個效果 如果這效果沒有達到 只是像我講的 某部分有點政策買票的意味 柯文則要選舉政策買票的意味 那我覺得你這示意 不應該來跟我們要錢啊 而且你已經用了 才要來跟我們要 風風光光的1280政策 對不對 要向我們議會來背書這示意 這示意的錢是我們停管基金的收費 包括我們每天在繳錢的 繳停車費的錢耶 你有沒有真的用在我們身上 我感覺沒有啊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示意 你現在當然送進來的程序有瑕疵 但我個人認為這示意 你現在跟我這樣子要 我只能認為除非你來說服我 你真正的加會了多少 這示意元 你真正的加會了 有沒有提高人家使用 比如說原本的悠遊卡 原本的悠遊卡 他的人數是1000萬 可是你因為這個東西 他變成了2000萬的一個使用卡率 那我沒意見 可是如果沒有 你要我拿示意去 原本是1000萬人次 現在還是1000萬人次 你只是拿部分的人的錢 去提供給那些使用的 我覺得這部分是不對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示意 我也覺得應該要佔根有意見 請陳議員 好 局長喔 其實我就是 根本就是不同意啊 這201280四刀寶的政策啊 因為沒有任何的意義 第一點 這示意你是估算出來的 你動用的是停管基金 你預備 然後這個在去年基金審議的時候 並沒有討論到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是你們府內多次討論 我記得有三千幾塊的 到兩千幾塊的 到一千兩百八十塊 最後定案 定案以後 老實講 你為的是要鼓勵 大家來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對不對 那鼓勵的是用什麼方式 搭乘公車跟搭乘捷運 而且是在雙北 然後你是要鼓勵 本來就在坐公車 搭捷運 還是本來在開自客車 搭計程車 機車族 這些人來搭捷運 另外一個 你是要減少 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來減少什麼 減少台北市的空污 然後你用一二八零 吃到飽的政策 你有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你本來是好啊 那再一點 在商言商 你是鬆到新北市民 還是鬆到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 我肯定用捷運 用公車的人 我知道 我用這堆通勤的人 我知道一個月 我想不到超過一二八零 我超過一二八零以後 我用到一千五 用到一千八 結果我就以一二八零來算 這種定期 三十天的定期票 我才會去賣 對不對 我賣一次 結果 我一個月可以用到 用到九百塊 用到八百塊 我就不去賣一二八零 所以第一點 你不能產生無形的作用 就是我早上要接送小孩 是固定的 你叫我搭公車到捷運 無形中 就是說從本來要來轉秤 這大眾醫生工具 可能你吸引不到 第二種 你是家會 台北市還是新北市 照理說 越遠的人 我從三峽 我從哪裡 一直轉車 一再的轉車 從搭公公換車 一直到台北 到市府府站 他比較便宜 他會買一二八零 最好他不使用是因為 結果他從那邊到這邊 通勤要兩個半小時三個小時 他只好放棄 因為交通的時間太長 所以你的政策 根本不成形 所以不同意 不同意的原因呢 你今天是用一個報告案 然後很簡單的 就是公車運輸定期票 要動資本市公有停車 進行辦理案 結果預計動資的是市議員 希望我們議會同意動資 然後我問你賣了多少張 因為四月才開始實施 然後你市議怎麼來的 市議怎麼來的 市議怎麼來的 是我們台北市要補助 動用停管基金 要補助市議對不對 預計啊 可能一個月 買一二八零的這個定期票 我們可能 那我問你 台北市跟我們一起實施 新北市 新北市補助多少 請問多少 他們算出來 他們要補助多少 新北市一年要3.8億 他也是預估的 對 那為什麼 嘉惠的 都是新北市民 他們長度的 要換公車 兩班車三班車 到我們台北市 台北市在台北市 弱的 對不對 而且你是 就是出站再出站算喔 哪邊出站再出站算喔 在哪邊進站 在哪邊進站算 對不對 你如果出站是在台北市 就按照台北市算 對不對 所以才去行北市上班 他出站是在市府站 他省錢就算台北市這邊 所以補助台北市有比新北市多 那新北市都樂於跟我們配合 那照理說搭長城 所以我基本上是不同意用這個方式啊 那剛剛議長也特別點出啊 這個案子不應該用報告案嘛 你已經動輸到庭管基金 又沒有在基金預算審議的時候 有充分的討論 這只是我們單方面市政府的政策 然後決定多少錢 你們就實施了 那就告訴大家 公車搭乘公車捷運 定期月票1280吃到飽 上路了 然後就向議會來要錢 結果實施的成果 不知道怎麼樣 也沒有議會反對的空間啊 你就要脫細 所以原則上 我是希望用這個方式不好 所以我是不同意這此案 所以當然局長 也不是針對你交通局個人啦 希望你們有充分的尊重議會這樣的意思 我們請周副議長 好不好等一下 聽聽議員的意見再答覆 這個報告事項就是怪怪的啦 真的是 程序上是非常怪啦 就是說你 假設你是用補辦預算的方式的話 也是很怪的 因為金額超大的 市議員 那這樣的政策 為什麼一定要動用公款來做補貼 然後到底是要補貼給誰 我們市議員要給什麼人 給捷運公司 不其實是補貼到這個市民身上 因為市民他在搭乘這個 不是補貼到市民身上 是補貼市民沒有錯 你市議員是要給什麼人 市議員要給什麼人 是給公司 但是本質上是補貼市民 你市議員不可能本來我們乘客嘛 你市議員就是給公司嘛 我們幫市民付這筆錢 不是幫市民付這筆錢啦 這個 你說補貼市民我們大概是四個 身貨是三個八個 那為什麼我們這錢要 說得好聽是幫市民付 付給公司 這支由公司 假設我們捷運一開 不管是捷運公司 它一開動 他做十個人也好 做一百個人也好 他大概同樣的成本啊 所以我當然一出動一開動之後 我是希望說 愈多人坐愈好啊 客員越多越好 但是如果說我客員 這一趟只有再一百個人 和這一趟再五百個人 這個當然是收益就差很多啊 那所以說任何那個大眾因素業者 他都會推行各種促銷方案嘛 所以說我們有看到 有些有月票啦 有桌票啦 有計票啦 甚至也有日票 日票說各種交通公司 都可以一天多少錢 什麼都可以做這樣 做好幾趟都無所謂 他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在變化 然後這是大眾因素業者 他會想辦法去推行各種促銷方案 讓大家方便來選擇 那當然像 這個他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說我這個月票一定比 桌票來的更加便宜 因為他時間更長嘛 那那個桌票比日票會更加便宜 他還是有一個原理下來 那問題是說我們現在 要鼓勵大家做大眾因素 這個很好啊 但是為什麼我們政府要 動用這麼多的公款 來補貼給這個大眾因素業者 來供公司 那你現在講得很難聽 我們是幫市民戶 這個本來就是 他覺得划算的話 他就買月票 老實說如果說真正 多元性的方案 也不用寫 也不是先月票一種啦 你還可以計票 當然連票是太長了 甚至你桌票也可以 外地來的人 我來台北 不管是旅遊或是洽工 我一起待兩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我就買桌票 買桌票 我是當你有雙桌票 我買雙桌票啊 那都是各種不懂促銷方案 那這個東西應該是自由市場啊 那他這樣的話 他有促銷方案 程序就多 他就不會 他固定的成本開銷 然後他這個使用者多 他就會多收益嘛 所以為什麼我就搞不清楚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動用公款 來幫忙付這麼多的錢 那這個本來 這個整個政策的思考 就是有點怪怪的 然後預算的 編列的程序和報告的程序 也都是很奇怪 所以這樣報告事項的話 叫我們議會就這樣背書 老實說這個也是很 我覺得 我也想不知什麼道理耶 我們請李慶豐李議員 因為剛剛很多議員也問到 我就也算出會議詢問 那民主黨你也在 那個局長 所以你這個報告案 我們議會同意之後 這個程序就完成了嗎 你們不補辦預算了嗎 基金他不是用補辦預算的 不是 怎麼可能 我們怎麼可能這樣同意你 你示意也不對啊 你保證就是示意嗎 你這樣的一張公文紙 就是示意嗎 示意是預估的 預估 預估市長也說五億五億 我們怎麼同意你公文書寫示意 市長對外說五億 我說示意是因為我們今年 從四月就扣掉 前面三個月的時間來來算的 如果這個就是報告案過 我想可能 你們可能要等一想看看 用什麼程序 我覺得沒辦法這樣處理 一定可以這樣處理 事實上喔 我是認為我們可能 以後議會要做個補救條款 因為我們當初在審議 今年審議預算的時候 曾經說市府如 那局長請回座好不好 請回座 因為不用報告內容 我們現在一些程序方面 我們要補充一下 請回座 我們說市府如需動用各種基金 我們每比一千萬以上 就告知本費 那時候就是我們發覺他們在 停管基金的部分方面 都動用一千萬 一千萬以上都沒有跟我們說 用四千萬 我們一動二之後 五千萬就要我們議會同意之 所以變成這個結果 我們認為說你只要一千萬以上 不要讓他們 總要告知 所以他們把這四億的錢 就如同我們上次的附帶決議 綜合決議的方面來做處理 這處理它是引用到 有關於台北市的 收費停車場基金 保管制限條例裡面 促進捷運公車 計程車相關者支出之後 他們動議這筆錢 所以我認為這種東西 還是以後我們要做一個 很確實的部分 要以同意案為之 而不能以報告案為之 以報告案為之 就喪失到我們真正的審議權 就喪失我們審議權 所以我認為 有關於這個案子的方面 我們可能自己要做一個 內部的補救條款 這樣保障我們議會 在審議的原則 好不好 我們請李議員 我印象中我們做的 審議預算的那個綜合決議 它其實是因為議員對於 他們動之 至少沒有智慧議員 也沒有智慧議員 議會的這個部分 有意見 所以加了這一段文字 可是基本上 議會對於預算的審議 基本上還是要回歸到 預算法的精神來 那你議員覺得 你不夠尊重議會 沒有智慧 沒有告知 你用告知案 來取代這個審議 或者是同意 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比較粗糙的 粗糙但沒有 所以剛才向大會報告過 有關於這個案子 應該是與同意案為之 如果是用被查案為之 對我們的審議權是一種傷害 是一種傷害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我們來研究看看 怎麼去做以後 對於我們自己審議權 不傷害的原則之下 我們再來做 所以現在先請張哥 好不好 我們請陳議員 我會去詢問 議長 如果報告案 他政策已經實施了 這個人請推動了 錢也開了 如果報告 他用報告案的方式行之 台北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 報告案 不予 就是 不同意 不是同意案 不予被查 他全可不可以繼續動 如果是同意案 我們不同意 他可不可以動 不可以動 不可以動 如果報告案呢 他們用了就用了 我們曾經有例子過 我們其實是戰哥 譬如說是戰哥 用就用了 我不願意 我曾經 我們 我還是 還沒用出去的 市銀行的案子就是這樣 不同意還是用 還是 對 這是報告案 他用報告案 如果是同意案 像那個市銀行說 當初我們是 他們也是用 台北銀行 台北銀行 對 他們用報告案進來 但是我們不同意 但是還是嫁給富邦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同意案 究竟我們同意 但是 市政府的認知 跟我們認知不同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 一個法案方面的審議 我們就要確定一個補救條款 以確保我們 確保我們台北市議會 議員的審議權 好不好 我們還是確定一下子 好不好 這是戰哥我們再來研究 好不好 這一點方面我們是 還是要很謹慎 那你去對待之啦 好不好 謝謝 好 戰哥 接下來我們進行 一讀會 有市府提案 有私案未宣讀 宣讀之後進行審議 請宣讀 市府提案第12220案 關於聖露西亞首都卡斯翠市 你與本市遞結姐妹事事 檢附兩市姐妹事聯合聲明英文草案一份 盡情審議 程序委會審查意見 交付民政委會審查 第12221案 本市北投區利隆段三小段五七之一 第一號市有土地 你一土地法第25條規定完成 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授與符合出售條件之市地上 私有建物所有權人 盡情查照審議 程序委會審查意見 交付財政建設委會審查 第12222案 本市大同區大同段二小段 六八八第一號市有土地 你一土地法第25條規定 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讓授與符合出售條件之市地上 私有建物所有權人 盡情查照審議 程序委會審查意見 交付財政建設委會審查 第12223案 本府為有效利用市有財產 持續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台北市大龍老人住宅一案 盡情審議 程序委會審查意見 交付民政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請各位同仁翻開 有關於我們一讀會的市府提案資料 編號220案 有沒有意見 好 那我們請那個立根議員 那個議長 其實這個1220案 我們要大力的支持 那也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議長 允許他這個進戶二讀 進戶二讀 那我要徵求大會的同意好不好 有關於220案方面 能夠進戶二讀 大家是否同意 我們是不同意互委啦 但是進戶二讀 就人數到了 所以才進戶二讀 好 我們這個案子方面 我們就在提大會 等人程序確定之後 我們來討論好不好 就進戶二讀合成立方面 我們就不用去護委方式好不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進行221案 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戰哥 222案有沒有意見 戰哥 223案有沒有意見 223案 沒意見我們就護委 205案副委 副委 206案副委 221案副委 224案 戰哥 236案副委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進行法規的審議 法規的部分已經都宣讀了 我們現在進行有關於 室友皇帝處理自治條例 第20條的條文 編號21217案 有沒有意見 我們請周副議長 主委各位同仁 這個案子 這個 基本上說早就應該廢止了 早就應該廢止 時間拖太久了 那所以說我們這個案子 可以等於是 妥協性的 可以接受說趕快完成副委 趕快完成這個 我們大會的審議程序 好 謝謝支持 我們就同意 好不好 就照審查意見通過 接下來我們進行 有關於台北市實施平均地前 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自治條例 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的修正 編號168 第二條有沒有意見 每一件我們通過 第四條有沒有意見 每一件通過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 臺北市高力離子混泥土建築物 我們請周副議長 主委各位同仁 接下來這些法案 它都牽涉到 比較多的實質問題 前面那兩個案子 它當初是有討論過了 但是接下來這些案子 都是比較實質性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建立 比較慎重起見 我們除非說在場過半的人數 不然我們就不進行 要慎重起見 是不是 我就先討論了 不要 這個因為要討論實質問題的討論 如果說大家都不在堂 這個來大概彼此 互相了解一下 然後這樣成績上不大完整 好 那我們現在休息好不好 大家再召集會議 好 休息 好 休息 你認為它不重大是分別 對 對 所以因為 嗯 沒有正常 對 但可以 只要是需要 中車還是公車 對 可以 對 對 我看一例 乾脆從我們的那個 固在一切裡面 多少金額方面 跟特備金 然後 對 超過 超過 超過那個 超過五千萬 然後 超過五千萬 同一支 乾脆就是包含他 其他給你壓力 就是 所謂的重大分剩 在你不足 你不足夠 你先這樣 你透過多少感覺 你認為到怎樣 指揮一下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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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預算問題,就沒有辦法用金額發射去信聖堂 你怎麼結算很麻煩? 你結算不完 不符合這要點裡面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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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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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